十三敢跟我陈家作对 真是找死啊 嘿嘿 还好我刚才记着 半天的时间就挣了一千亿 这哪里是平时感想的 哼 有我周瑜出手操盘 你们有什么可担心的 这拨下来损失三千亿 华为集团就是猛虎也变成了并茂 不错啊 损失这么惨重 这十三怕是已经准备求饶了吧 接下来一鼓作气 准备接手华为集团吧 什么情况 今天的股票不对啊 陈家怎么乱来 哥定 高什么 五百万啊 我的全部家当 一定是陈家搞的鬼 他们把我们当韭菜了 气死我了 我要抛出所有陈家股票 我也亏 大家都抛出去 让这些股票烂了都没人买 就是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这好像赢得太简单了 还没出手就分出胜负了 不用担心 他十三年级轻轻的怎么跟我们比 我们吃过的奥利腿比狗都多 他拿什么跟我们拼 不好啊 老陈这股票怎么又开始下跌了 难道是他 不应该啊 看来背后还有高人操盘啊 怕什么我们再买涨不就好了 有什么担心的 股票有点浮动不是正常的吗 只要没有大额的空单肯定没问题 不好不好 这下跌得有点快啊 什么情况 我靠 这什么鬼 是不是十三那边又在搞鬼 不应该啊 我们已经赚了他那么多了 情况不对 没有大额空单出来 都是散户在抛 这是什么情况 散户量太大了 我们一时间吃不下了 那咱们也别犹豫了 发起最后的冲锋吧 5000亿全额做空 要是这次咱们赢了 我给在座的一人一部全新的手机 镇定吧 正好我最近在跟左下角游戏厂商合作 苹果15出来前 1万台1TB顶配 苹果14普洛麦克斯 轻库存 都是全新争品带发票的 上线挂机完成任务后 颜色配置自选 包邮送到家 会不会还有拿人砍一刀 不可能 只要认准我左下脚链接下载 上线就能看到手机 要是不喜欢苹果 还要华为Mate50 Pro 可以领 好 谢谢十三先生 嘿嘿 这次算是抱上大腿了 以后我老孙在银行的地位 可是一飞冲天啊 跟着十三先生真是荣幸啊 没想到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这种场面 真是没白活 十三哥 今天这事 我能跟我爹吹一辈子 不过不彻底高跨陈家 还是不过瘾 什么 十三老板 竟然马上就要赢了 这 这可怎么办 特么的 没想到这陈家居然败了 这下麻烦了 这就是水能 再周一能复周的道理 他们格局太小了 威猛将军这次 你可有八百辈子 吃不完的烤肠了 本王都这么有钱了 还吃烤肠 岂不是显得 我很没出息 我要加个鸡蛋 傻狗 你可太有出息了 什么 股民纷纷退出了 怎么还有人甩出了 五千亿的空单 这又是什么人 在里面搅局 什么 五千亿的空单 怎么回事 一瞬间就跌到三千了 我明白了 我们都被骗了 这才是华为集团的 主力进攻 这对面有高手 王八蛋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吹的 不行啊 我得拿出底牌了 儿子 袁总 到你表现的时候到了 现在只要听我的话 灭了十三 以后华为集团的产业 有一半归你打理 另外我还给你派了帮手 关键时刻 祝你一臂之力 我知道了 你说话可得算话 你放心吧 我等你的好消息 十三先生 现在我们吃菇 大概百分之八十左右了 现在对方 嘴多三十分钟 就被完全喜事了 这一战 我们只烧赚了八千亿 不错不错 今天也算跟陈佳 正式分出胜负了 嘿嘿 还是老大厉害 今天的胜利 大家都有功劳 对不对 袁总 什么意思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这不可能了 对对对 十三老板 果然厉害 袁总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不舒服要去看医生啊 十三先生 我错了 我对不起您 求您放过我这一次吧 这是干什么 袁总 怎么突然就 醒起了大理 十三先生 都是陈佳逼着我做的 我也是逼不得已 可是我不答应他 他就要灭了我 有些事情错了 就是错了 这道理你懂吧 爸 不听陈佳的要死 被十三发现 我怕是也不能活 袁总 你在犹豫什么了 十三先生 给我一个机会 我以前没得选择 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 我都没得选 你以为你能选吗 特么的 要不是以前是个穷怕了 我也不想成为这种 伤万一的超级富豪啊 整天勾心斗角的 太累了 蠢货 有了本系统 你还不知足啊 系统大大 你来了 怎么滴 最近开始飘了 没有没有 我怎么敢呢 还不赶快努力 现在才一万多亿的身价 老铁们都说 你是史上最穷十三 嘿嘿 那系统大大 今天灭了陈佳的奖励 你急什么 明天再说 那么的 是已至此 既然我活不成 那十三 你就去死吧 哼 我惹你个DG 小卡拉米 找死 托尼亚木 敢带本望的 眼皮子底下动手 混蛋 还不动手 哼 我惹你个DG 一群小卡拉米 什么 怎么这么强 混蛋 难不成你之前 都在伴助吃老虎 哼 不然怎么会让你们 觉得有机可乘 任务失败 没日子车 哼 我惹你个DG 我让你们这两只老鼠 走了吗 嗨 看来铁柱的身手 又强了不少啊 威猛将军 你也得努力了 啊这 包个洋芋 我丢你个洋芋 脱盖 老子追你们好久了 十三先生太厉害了 我周家到的不远 以后跟着十三先生 吃香的的喝辣的 周少还是厉害啊 晚点夹鸡腿 陈家主 感谢你给我送的八千亿啊 啊 不对 具体来说是一万亿 因为剩下的也是我的 什么 十三你居然没死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没睡醒啊 我这么年轻 你都七十了 要死也是你先死啊 十三 我看咱们也没到 鱼死网破的地步 今天你只要放过我陈家 以后我绝不会再招惹你 陈家主 你你觉得可能吗 十三你别欺人太甚 哇 我跪下给你磕头道歉 你放过我们陈家好吗 不好意思啊 敢跟扶桑人合作的老鼠 你不配拥有治疗 有这时间去求求其他家族吧 不然你可就来不及了 十三 我要你不得好死 老李 你帮帮我 先解我五千亿稳住局面 只要你帮我 以后陈家都听你的 老陈呢 现在这情况我也没办法 周瑜都做不到 你让我李家跟你一起死啊 你还是趁早做打算吧 王八蛋 说好的同气廉知 我陈家都快亡了 你倒是赚了一千亿 老子跟你拼了 老东西 变你脸了呀 你现在什么身份 敢跟我这么说话 以为还是当初的陈家吗 杀 混蛋 你们该死 都该死 周瑜啊 这么多年了 亏得别人说 你死醒过神 你这套早就过时了 你是谁 是你给我下的套 他是这样子 怎么连你的师兄 都不接你了 对 你是师兄 不可能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当年我要不是 当期待活着 怕死早就没了 我阴性埋名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这一刻 师父说我必须报了 杀 你你你 真的是你 完了 这下全完了 一群小人 我要灭了你们 但还没到最后一步 你忘了吗 那个臭保镖的哥哥 还在我们手上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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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